中国与世界这个节目 和你一起努力打开这道大门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与世界的节目时段里面 和我们跟进一下有什么有兴趣的话题 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看到局非常闷 在大陆里面 大家看到只是歌功众德 很多东西都隐缓起来 不过 总是透过很多现象里面 看到很多千奇百怪很实在的东西 所以今天跟大家谈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不过其实轻松背后 都说明很多的政治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国内很多人扮毛泽东 但是原来有一个女毛泽东 我这个女毛不是巫师那个毛 是女士扮毛泽东 所以叫做女毛泽东 是这样的 这个话题突然在大陆炒得很热 因为这个人扮毛泽东 不是现在的 但是为什么最近醜得这么热呢 一连串的社会现象 所以就请一些 都对社会好的研究一些朋友 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请来的嘉宾 是香港新民主同盟的 任的召集人 任启邦 各位朋友大家好 所以我说我常常找一些年轻人上来 所以先请他介绍一下 香港很多人说以前是什么古月 唐郭强扮毛泽东 这个不是话题 但是女毛泽东 这个人叫做陈燕 他的情况怎么样 请任启邦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夫子说到 扮毛泽东其实也不是新的 古月在过去很多大陆的电影里面 《淮海战役》那些 其实已经很出名了 或者一些同共产党 我们也见过 比如去井江山 或者毛泽东故居等等的地方 其实也有一些扮演他的朋友 走出来的 但是这位陈燕的女士 她在2007年出道 出来去做一些扮演或者角色 其实一直去到今时今日 这十多年里面 都是慢慢开始受到关注 而更加厉害就是 她开始已经成为了一个话题 也有很多招商 因为其实有些商业活动 都有请她去做一些嘉宾 或者所谓的演出 但是现在去到这个地步 譬如说究竟那个关注的程度 还有推到成为一个 很像一个神 在大陆来说 毛泽东这个形象 其实不要去到演艺界 有时候我们回到内地搭的士 或者譬如说 我们有时候 我们的区议员 也带回大陆一些团队 在旅游巴上 也贴了毛主席 把照片在车头上 他们都是保驾车 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这些都是有个神的 在那里辟邪 赶走这些妖魔鬼怪 我们西方可能挂十字架 或者有些观音菩萨 但是在内地有一些驾驶者 其实就贴了毛主席的穿上 在车头那里 这个运动 或者这个现象 其实有点是 就是将一个国家前领导人 就是神化了 而这个神化是会不会令到 就是有什么社会现象 就是带了出来呢 就是同时间会 就是在社会上造成什么的影响呢 因为我们看到 神就不可 就是叫做潜越 或者是不可以叫做挑战 但是如果 因为一个领导人 无论是在世还是离世了 总有他的好或者坏 他做的事情 他的政策 都有不同的意见 可能有赞成有反对 但是如果他升格了为神的话 如果你是他的信徒 一般来说 我们都不会挑战自己的宗教 不会挑战自己的神灵 这一样东西 其实 而大家都很清楚 毛泽东就代表 或者等同于共产党 这个其实会不会是 变成一个 令到大家觉得 连共产党都不能够挑战 或者不能够去质疑 因为当我们作为教徒 如果有人质疑我们的宗教 我们会捍卫他 我们会说回我们相信的一套 但是如果他变成了 一个领导人 前领导人 变成了一个神化了的话 那是否等同于我们不能够对政党 甚至这个政团 不能够有所质疑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社会现象 这很可能是官方的动机 这里有两件事 请教一下任启邦 有两个我们看到很矛盾的地方 第一 共产党他自己说是无神论 即使很多官员走去拜神 拜神之后就不让人见 很多寺庙都有一个专门的地方 拼出来一般的善信 去不了 就是那些官员去的 因为他们去到那些地方 捐献特别高 买个安心 但是共产党他说是无神论 现在对于毛泽东 民间对他的那种态度 其实是一个造神运动 这里第一个有没有矛盾 第二个 中国共产党也有条例 以至公开的法律 就是不可以侮辱先烈 毛泽东不是烈士 他不是烈士牺牲那种 所以他不算这个范围 但是他的精神就要保护以前有功职的人 现在这样又将他 有时将他变成神 有时大家去看扮演毛泽东那些人士的时候 其实当是一种很轻松 有时稀少老马那种态度 那跟现在的先烈保护过去领导人的形象等等 又好像有些矛盾 那这两个你怎么看呢 我相信在大陆扮演毛泽东的朋友 他绝对不会将毛泽东 叫做稀笑怒漫 当大家看到 比如说在外国 美国欧美特朗普特朗普 他有一个我认为很严重 就是很卡通化 或者很有演艺化的一个人士 其实很多人扮演他 当然有些是丑化他 有些是威乐他 或者是笑话他 但是外国是有这个亮度 第一 第二老实说你都吹他不掌 就是特朗普都 就是如果他不是说一些诽谤的东西 我相信都没有什么可以控制 或者没有什么可以控制得到 但是我相信大陆就不同了 你现在不是扮演一个普罗市民 或者不是扮演一个明星 而是扮演一个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是可以这么说 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领导人 开国之骨 我相信就算我不知道有没有中宣部 或者一些政府部门背后参与 或者一些管制 就算没有 就算没有 我相信他们也不敢乱来 就是扮演或者相关的公司人员 刚才你夫主说到 会不会和这个无神论有一个抵触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的需要 多于是一个有没有违反这些什么无神论 老实说现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现在都开放了宗教 它所谓的开放就不是完全禁止了 至少佛教、道教或者外国的 比如说西方教派 其实不超越它的界限 某程度上在这个统战部之下的宗教部 其实都是容许存在或者是登记之下存在 所以你说是否完全抹杀了一切子族 我相信就未必是 但是有没有政治的含义 或者有没有政治的需要 我自己觉得当然会有一定的政治需要 尤其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政权 它是需要一些人去做一个精神领袖 虽然它过身了 它离开了 它是一个精神领袖的话 而大家又觉得它还是很好 都还是被市民讲违接受的话 我觉得大陆当局 河北纯粹是虚洲 变成一个政治的工具 令到主席走出来 我们看到一些在大陆里的剧节或相片 它走到群众当中 其实很受欢迎 好像真的是一个领导人秦区的性质 我相信它在某程度上是在巩固共产党的政权 也都令到它所谓的合法性质 因为中共建国的领导人就是毛泽东 就是之一 或者最重要之一 如果它在社区里面 在社会里面仍然有一把声音 我相信大家就会 或者有些舆论就会回到 其实大家要记住毛泽东和那些仙烈 是建国的 令到大家有今时今日的好环境 其实是任他说的 我相信政治需要大 是否有没有神论 好了 我们先看看陈燕的现象 很多人说 任啟邦也说过 2007年已经入行 又要说他的背景 他出生于1956年 1956年就是反右刚刚开始 直到热潮 57年就是热潮 他从小到大 或者基础教育的时候 都是毛泽东那一套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57到67 即是二十多年 他56年出生 66年就是文革 即是十岁 那时候洗脑真的很厉害 他已经有意识 他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当时十三岁 即是文革十二岁 香港当时的运动 是十三岁小鬼队 总之那时候不断洗脑 到了他现在 他自己都说 我是热爱务主席 不要紧 每个人有他自己本身的想法 他现在的选择 现在发现他开始 2007年入行 那就是作为 现在所知的唯一 一个女演员 扮毛泽东 然后就是 你想扮你 把自己变成一个 专业的演员 但是社会上 就未必一定是这样看的 如果你说 你今天扮毛泽东 还是扮第二个 你不是一个定型的 定格的 那大家就会觉得 你是一个演员 但是如果他是专扮毛泽东 而且越来越红 尤其是现在炒红了 就是因为官方 希望巩固毛泽东的现象 再辐射到以后的领导人 你们每一个领导人都要尊重他 所以对于陈燕来说 就开始有些不变了 譬如曾经有一次 他想着女儿移身 然后穿裙子 走出来 结果就被人骂 你为什么穿裙子 你是毛主席 你怎么看这些 其实官方有时 是想制造一个形象 达至你之前所说的政治需要 但是制造出来 其实民间里面的 有时是反效果的 过有不及 当然你说这个普遍现象是什么 这里其实我想说明一件事 就是官方 譬如如现在 鼓吹着一种仇美 你说什么新疆面等 就是仇爱 其实有些事情 但是去到民间里面 是过了龙的 比如说说 说到新疆棉 外国 什么什么 中国自己用 结果就是本来新疆棉 出口赚外汇 优质那些 现在赚不到外汇 结果这个优质棉 在国内自己炒起 自己承受 那个 棉的通胀 所以你看到陈燕的现象 你觉得官方或民间的反映 人家穿裙 人家女士 穿裙都不行 你怎么看呢 除了刚才夫子说到穿裙都被一些群众指骂的时候 连她丈夫都看到报导 夫妇当然有她的性生活 可以这么说 当她丈夫想跟她一起的时候 其实她的形象太突出 因为如果大家看回 她也都 比如发型 身形 以至到一些外貌上面 都是相当相似的 不过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她下了妆 或者变回家庭 穿了家里衣服的时候是怎么样 甚至连她的丈夫都说 但是当她要跟她有性关系的时候 都发觉都是搞不定 都是因为这个形象太过鲜明 心理上觉得不可以跟主席同床 是的 我想在西方世界 或者我们的想法就是 她是一个演员 无论她今天扮演一个英雄人物 明天扮演一个杀人犯 或者之后做些什么 我想大家要很清楚 她的私人生活 或者她的私人角色 就是她的爸爸 她的老公 或者是太太 是一个妈妈 或者是一个女士 至少在性别上的一个女士 那为什么不能抽离呢 就是说 刚才福智亦都说了 是不是民众定型了他们 来一个这样的角色 他不做都不行了 即使说我现在不做了 行不行呢 我也不知道 都能不能抽到 我也不敢肯定 我想刚才你也说到 有一些运动 或者一些官方原本想带出来的 一些信息 或者一些行动 落到民间 大家都知道 小粉红太多 是 搞搞搞一下 便无法控制或有过犹不及反效的 恶种 当然这位演员 或这位陈宴女士 她的角色 是否定型到 定位到 她连着裙子都要被人指骂呢 或者都觉得不应该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些过了态的情况 但同时反映出市民是不是这么容易被人洗脑 因为我相信我们官府促促这位女版毛主席的时候 其实那些都是中年人士 我们都观察到中年或者中老年的比较多 正正刚才你所说 中老年的人也经历过毛泽东的管治 包括可能四五十年代出生 五六十年代正火红的时候 他们经历过见识过 对于那时候毛泽东的角色定位 甚至是最终他们生活中的形象很清楚 所以为什么中老年人 我看到很多图片都是 触拥着我们看到当时的偶像可以这么说 今时今日的市民都未必抽离得到 未必是演员抽离不到 在市民都抽离不到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些很过度的崇拜 可以这样说 就像我们年轻人有时候追星 但追到一个年代 其实自己都会有成长 但反过来 如果你看回香港的一些歌星 几十岁的 他开演唱会 也有很多粉丝 很多歌迷和影迷 其实都是有点这样的心态 不过可能放在政治的层面 我觉得就有点忧虑了 因为这个忧虑就是很不理性的情况 我担心如果再发展下去 会不会变成一些更不理性的行为 最重要是不要像当年文化大革 明古出一样东西 我现在记得很清楚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就是这样 其中一个 所以最重要是角度 不要过犹不及唯恐失之 这里来说 任啟庚提到很好 现在官方可以解释 不关我事 不是我推动的 是民间的过度反应 但是很多社会学者提出一件事 上有好者 下才会有甚言 你上面是有这样的政治意图 下面的人被你一推 就更加过了门 其中有一个例子 又是跟陈燕有关的 有些人说 你每次出场都要化妆 化妆即是很像 倒不如这样 有一间饭店 给钱 我给你出钱 做什么 整容 整得更像毛泽东 你不用每次化妆 不过你要和我做宣传 就类似代言人 那这个究竟是商业行为 或者那个涌枪 是过了门 还是官方他自己长期那种洗脑式打进去 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 那究竟哪一个原因导致这个现象呢 结果他当然好像报道说他没有接受 我想 我不知道他入行之前是什么工作 什么背景 我们还没找到这个资料 但是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演员 他是自己认为一个表演者 其实他 我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因为整容是一世的 你原本自己是没有了自己的角色 没有了自己的形象的话 其实这个是挺可悲的 无论是商业行为 以至到市民 民众都觉得你去整容吧 他成为一个真的更相像毛泽东的一位表演者 老实说 你怎样爱好那个偶像也好 当然有些很疯狂的粉丝 但是我们看 如果这个是一个表演的行为 我觉得都尚可接受 但是如果你说去到这么疯狂的话 其实这个令到那些人会不会更加 令他们不受控制 就是不断的追求 而官方老实说 十三四亿人 你有一两个 三五七个 十个八个 其实对他们来说 没什么所谓 如果他运用到一个民族的领袖 而打出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旗次 甚至这个旗次变成一些行动的话 或者是一个陶藤 这个其实就很危险 我自己认为 在过去历史很多 都说到 比如说日本 日本侵华战争 他的天王的角色 在希特拉 在纳粹德国 希特拉某程度是 希武来邦成为了一个神 原本他有魅力 领袖推下 就变成一个神化的人 如果变成这样 而带动了一些政府想带动的东西 其实就会把国家或民族推向更极端的情况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 而当然政府到一刻他想禁 是否能按得到呢 可能要很大的力度 大家都知道之前 反日的时候 打烂日本品牌 可能是中国企业去控制的 或者日本车被打烂 然后政府都要压下去 但是如果当这些民族的情绪再推涨 就是有一定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国可能都是用一个被外国围堵的内宣的方式去巩固自己政权的时候 这个会不会 就是借外打落 对 会不会就是这位陈彦女士或者扮演毛泽东等人的一些表演者 都成为了一个内宣的一个角色呢 这个我相信就会是 那另外呢 又不启帮我们就讲到几个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说 你希望透过一个巩固领导人毛泽东的形象 跟着就是巩固社会 或者一个政治局面 但是有时候过聋 是吧 毛泽东他自己当时都说反对个人崇拜 你看到他都著作 反对 但是到了他有需要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利用个人的形象 个人的威信 接着发动了整个全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 搞到全民参与大龙 这个就是他自己本身都抽离不了 是 另外任啟邦政委有提到 当事人 你怎样可不可以抽离呢 现在不是说观众 即是说 不让他做别的角色 而是说 他自己也说 我已经是进入了一个角色 我任何生活上都希望和毛主席 看齐 包括他自己说 他没有毛泽东那么高 于是穿那只鞋呢 是那些 大平高的 令到他的高度和毛泽东一模一样 这个来说 就是他个人 你说有个表演的需要也好 怎样也好 还是他自己本身的角色 要进入了一个角色 连日常生活都是这样 然后才在表演的时候 有好的表现 这些我不是演员 我不懂 这些就出现了两个 即是两个的引力 究竟他引向哪里呢 如果你说一般的 我记得当时 华国锋 即是取代毛主席 做党的最高领袖的时候 接着当时 全国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当时成为新闻的 马上把那些人的发型 全部变成了华国锋发型 不是全部 有相当一部分 华国锋发型 华国锋下台之后 立刻就改发型 但是发型又容易改 你整容 刚才任几方说 整容是难整的 难道一天做几十次 不行的 这就变成了我们如何分析社会现象 其中一个人说 现在扮毛泽东的演员出场费 很贵的 很多都是五位数字 不知道怎么计算 一般来说 五位数字 大家传出来的消息 陈燕也不说 是 多少钱 但是按照过去漏出来的 古月 如果你说拍电影 等等 那些五位数就走不掉了 会不会六位数 不知道 那你怎么看这个市场关系 和官方的政治推动的需要 以至 哇 你说是否真的一个 顺市场的演员 和观众的关系 还是怎么样 正如刚才我所说 如果 那些人看到 他的观众群 他受众是中老年的人士 如果他的产品是中老年的市场 找他去做所谓的嘉宾 或者这些 其实某程度是商业的行为 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你说 要看看 如果他纯粹 我好像一个产品的代言人 或者服务的代言人 楼盘的代言人 那他卖东西而已 或者来到 挥在手里 大家喝一下这包饮品 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是演员的工作 可以说 但是如果他涉及到 或者将会被利用成为 一些宣传的工具 那这个就值得大家要留意 因为如果你说 譬如现在暂时 我们看到一些 都是一些商场 或者这样的性质的表演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但是刚才我说到 会不会涉及 或者引入到一些官宣 甚至是想观台 其实所有电台都观台 就是这么说 就是媒体 如果到媒体上面 都有这样的运作的话 那这个我相信 就会涉及到一些政治的意义 正在意义 刚才也说到 如果他那么多人畜拥支持 或者都是怀面 怀面着一些毛泽东年代的一些感觉 其实现在的政治的需要 如果用得着的话 我相信中宣部肯定是会有所利用 而最终如何去利用这些领导人 利用他的文气 可以这么说 甚至是正如的支持度 去巩固现在 甚至是推动一些政治 甚至是其他的民族主义上的需要 这个我觉得是有这样的可能 如果利用 本身当然共产党 他有很多的机器去运作当中 再加上这一件事的话 其实是在消费毛泽东 可以这么说 双品变成 双品 双品 一般双品 我觉得都是无所谓的 因为其实大陆 刚才我说 可能有些 刚才夫子给了一些资料 一些杯 一些器皿 其实都印了毛泽东的头像 或者一些私持 但是如果你说变成了 他成为一个官方 或者某程度上 半官方的一些代言人 甚至帮他推行一些政策 或者说一些说话 很简单 如果去到一个地步 中美贸易战更严重 他出来说要 假设 我不知道好不好 假设 他出来说 我们要继续支持 共产党政府 我们要购买美国货 其实他说这句话 实际上 会大影响力 普通艺人 他说的 因为普通艺人 他代表自己 他代表他在公司 但如果他是一个 毛泽东的扮演者 某程度上 那个意义是大很多很多 所以那个意义就是 即使他不是官方那样做 但是他官方可能给一个 柯打他的公司 经理人公司之类 你说一句 或者整个纸 我支持 我反对美国货 那会不会成为了更大的政治工具呢 我相信如果在日后 在其他层面 例如外交 或者一些层面上 有需要 可能他搬到 即是消费主席的时候 我觉得是会被运用 是的 林启邦说到很多现象 其实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自己在政治的宣传 官方的政治需要 那里自己抽离 抽离是很重要的 无论当事人是演员 是观众 抽离是很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抽离 要跟着官方的口径去做 香港某些政治人物真的要注意 你不要以为 现在这样一往无前 到最后 可能官方的转态 撞给你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林启邦提出得很好 有些人把毛泽东的头像 弄在杯上 但是 原来有些杯是一个局钟 即是一个盖 不是一般的杯 结果现在有些人就骂了 包括官方的媒介 不是的 你这样就变成了毛钟 即是毛主席的局钟 那不就变成了毛钟 那毛泽东就死了 但是原来现在有些人 又上功上线 好了 接着呢 又出现这些杯 那杯是没有问题的 那结果呢 那结果呢 又有人说 普通话的杯 杯 和悲哀的悲 是一样音的 那如果你拍了其他领导人 那个像 就变成了 他们是悲 那你这些来说 你真的 不知道 这些人是什么 所以 自己要抽离 官方自己本身去抽离 如果不是 你用毛泽东 每个人都要学 毛泽东有些事情 现在官方都否定 譬如说 毛泽东那时候说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革命是一个暴烈的行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 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那 人家 如果说各自 去取毛泽东 合适的行动 那些事情 就很严重 是 我相信 刚才说 夫子说到 比如说 观众抽不抽离 或者是观众 亦都是 我的认为 其实观众都受 大环境 大的传媒 甚至是官方的宣传机器所影响 就是 新疆棉又可 或者之前 比如说一些 对外国的反制 那些 其实 它是根据官方的主旋律 有一些 网络的操作 大家都知道 网络的操作 官方的喉事的操作 其实 因为 我经常都在想 这个是 大局的民族主义 去控制 或者 去思想上 主导了整个 中国的政策 无论是外交 还是内政 也好 那时候 如果一打入这个元素 在这里 我想民众都很难 很难去 独自去处理这个 就是抽离这个问题 因为可能 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工作上面 都可能要 要 动员起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 都很难去 独立 自己处理得到 这些问题 所以 无论如何都好 遗尽再己 这些问题 经常想着 一件事 不要因为某些政治需要 而起了一种破坏性的作用 这一件事 就是我们最大的 希望做到的事情 所以 请任建邦 不是 任启邦 上来 大家可以看到 他又从现象里面 再分析到一些原因 动态 背后的意义 所以香港很多年轻人 其实很贴地 不要把这些 有能力的年轻人 完全排除 这是我们心里面的说话 所以今天也很感谢 《新民主同盟》的 轮任召集人 任启邦 在我们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与世界》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了 其实是由小见大 由微知著 大家又可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是透过这些来提高自己判断 官方政策 或者宣传的能力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